白色園著的吉隆燈塔 搭配一窗一門造型 站在景觀平台 欣賞海天一色美景 吉隆港整個都盡收眼底 求紫山 還可以去那邊求紫山 燈塔就是 眼前的海景美不慎收 彷彿讓人以為來到希臘國度 但其實這裡不是國外 而是吉隆燈塔 終於在10號開放參觀 113年1月10號開始正式對外開放 之前有一陣子都屬於整修之中 而之前開放只有到外面的景觀平台 現在園區內也正式對外開放 全白色的吉隆燈塔才開放 每天吸引遊客前來參觀 欣賞海景 雖然主燈塔的室內空間狹小 不開放民眾參觀 但一旁登山步道走一遭 白明王砲台 燈塔文物館 求紫山燈塔等景點一次收 我們下令的時間的話 是4月1號開始到10月31號 從早上9點到下午6點 那目前為止是東陵時間 所以從11月1號 早上9點 然後到3月31號是下午5點 早上9點到下午5點的時間 這風景很漂亮啊 然後又可以看到那個什麼基隆雨 基隆雨很開闊啊 對啊 之前這邊都關閉 不能進去啊 然後拍燈塔的話 你在外面 拍了一半 現在可以拍全部啦 基隆燈塔正式開放參觀 成了全台第22座開放參觀的燈塔 登上基隆塔 除了可以飽覽基隆港 往來船隻的景色 民眾不妨走一遭 欣賞這超過120年的歷史建築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